以及这些影像是在阿里山的太平云梯 可以看到现在有点雾蒙蒙一片 要特别注意了 今天虽然南台湾天气还不错 温度会飙高 像是嘉义平地 高温大概有机会来到32度 但是中南部山区就是要注意 今天午后降雨的状况恐怕会蛮明显的 因为热力作用的影响之下 中南部午后山区恐怕会出现一些大雨 甚至是雷雨的情况 所以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午后山区活动最好还是避免了 接下来透过亚洲温度趋势图 提醒大家今天东北季风增强 所以在清晨的时候 跟昨天相比是比较偏凉 北部的低温大概是20度上下 像是新竹关系只有20.3度 而最低温在本岛部分是花莲的鲤鱼潭19.2度 但今天要注意的重点就是 中午温度其实还是蛮高 像是北台湾高温还是有机会来到29-30度 南台湾甚至来到32-33度 甚至是更高温 所以今天温差 尤其北台湾温差还蛮大的 只是要提醒您 有些人觉得今天早上出门已经蛮凉了 但是最凉冷的时间点 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北部的低温预估是平均可能20度上下 部分地区甚至只有18-19度 至于明天不只是低温 比今天还要低明天清晨的部分 在高温的部分也会降 像是北台湾明天高温大概只剩下25度上下 在大台北地区 其实温度就是在高温部分也变得比较低 因为今天还有机会上看30度 至于其他地区的高温也会有所调整 大概只有28-30度 所以严格来说明天要注意了 温度调整的幅度其实蛮大的 至于礼拜五开始 东北季风减弱之后就会慢慢回温 但清晨还是偏凉 在北台湾还是有机会来到21-22度的低温 白天就会慢慢回温 到了礼拜六天气就更好了 会更热 各地基本上高温都可以上看30度 而接下来透过台湾语图提醒大家 今天刚有提到东北季风影响的环境 加上有华南水汽有一些移入的关心 在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东半部 因为迎风面东北季风的影响 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至于苗栗以北 云会多一些些不排除有飘雨的可能性 至于中南部就是要注意 因为今天还是蛮热的 午后热力作用的影响 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性 而且近山区的平地不排除也会受到了影响 至于从明天开始水汽就变得比较少了 礼拜五礼拜六天气也蛮好的 但要注意了 礼拜天很多人要过母亲节 但下半天风面就会接近了 北部跟东半部可能又要开始下雨了 所以如果礼拜天下半天才要过母亲节 一定要有相关的雨天备案了 至于下礼拜一风面通过的影响 整个中部以北东半部还是会有一些大雨发生的可能性 而中南部也会有零星飘雨 会持续带您来关注 而接下来透过雷达回播图提醒大家 有没有哪些地方已经在下雨了 可以看看这些雷雨包主要其实都在海面上 但是如果严格来说的话 东部沿海相对来说这个雷雨包是多一些些 有些飘进了陆地就会下雨 目前相对来说降雨量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台东南雨 这个累积雨量已经超过了10毫米 至于在一大早的时候 宜兰投城大同乡也有下雨 但累积雨量其实都蛮少的水汽很凌晶 大概只有0.5毫米到1毫米左右 但不排除今天其实整个天气都不太稳定 尤其是东半部要特别注意 以及苗栗以北不排除也有飘飘雨的可能性 至于这几天的雨区变化也要再次提醒您 今天相对来说水气是多一些些 但主要就是东半部还有中南部 午后山区的降雨相对来说会大一些些 至于明后天开始水气就会慢慢减少 主要就是山区的午后降雨 而到了礼拜五礼拜六水气就是进一步变少 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 如果要相对来说好天气是从明天开始天气比较好 到了礼拜天下半天恐怕又要下雨了 而接下来再来关心是今天还有个重点就是紫外线 因为今天虽然早上有些地方比较凉冷 但中午时间可以看到其实温度还是偏高 紫外线还是蛮强 尤其整个新竹以南都是红通通一变 以及金门澎湖都是来到了紫外线的过量级 一定要特别注意 但其他地区其实紫外线也都很多地方都来到高量级 所以中午时间出门最好带拔伞可以防晒 也有可能下半天会有下雨的状况了 至于空气品质的部分今天也要特别提醒您 因为今天是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境外污染物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一些空气品质 像是北部跟中部云加拿金马地区澎湖地区 都来到了橘色警戒的提醒 所以过敏族群出门最好戴上口罩了 最后来关心的是各地的温度群势 首先今天北台湾的部分就是要留意日夜温差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些 因为今天低温大概是20 21度上下 但高温不排除回来到29 30度 所以这日夜温差有些地方恐怕超过10度 至于在中台湾的部分 中台湾今天温度也是偏高的大概是31 32度 而明天开始可以看到这个温度也是有所调整 但坦白说对中台湾调整幅度不高 所以明年中台湾高温还是有机会上海30度 至于在南台湾的部分 南台湾今天同样是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32 33度的高温 至于在东台湾的部分 东台湾就是要注意了 今天相对来说是降雨的热区 所以导致高温上不去 大概只有26 27度 以上这一节的气象资讯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打ivos 而这些旋暇 转抛他 打飞